各位家長同學 大家好 我是潘契祥校長 今天是9月20日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10月3日開始 我們已經獲得教育的批准是整天全校實體上課 今天的校長主要會講講一些細節和安排 也幫同學和家長好好準備整天全體上課 在未講之前 昨天我和大家一樣都有看到新聞 政府也會在新一年發放學生津貼的安排 這裡容釀我首先講一些就發放學生津貼的安排 同學會在下星期一 9月26日會收到相關的申請表格 如果你去年都有申請過並成功的 你就會收到一張 Form B的表格 裡面基本上是有所有資料 包括你現在就讀的年級 當然有個別同學 如果你今年留班 學校也會幫你修改你的班級 原則上這張表格 上年是成功地撥到款給你的 一般來說 如果你沒有改動的話 家長一定要記得幫我手在下面 按一下 按一下的意思是沒有改動 記著簽名和寫日期 交回來給老師就可以了 第一輪的節子會是下星期一給你 星期四或之前交回來 我們就可以幫你做一個申請 如果你去年是轉校過來 又或者升讀我們學校的中一 你就不會有剛才印出資料的表格 就會是一張空白的表格 你需要填資料 這裡我特別花幾句時間提一提 所有會填A表 即是你要填過所有資料的家長 要留意 過去兩年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在填銀行編號的時候 就出錯了 大家請留意 一般你的銀行卡 上面是未必會有那間銀行的編號 每一間銀行的編號都是一個三位數字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上網按下銀行的編號就會知道 通常只是在你的傳輯 會出現那個銀行編號 在你的銀行卡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以往很多時候 去到上去申請 但回頭要幾個月才可以處理得到 就會填錯了銀行編號 當然大家填每一格的時候都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抵了上去有錯 下回來有時候都是說兩三個月的事情 所以大家填的時候 簽名、日記等等都要很小心 我們的計劃就會在下星期一 派給大家 星期四或之前 大家請交給班主任 因為我們需要花幾天的時間 幫大家再去核對一次 減少一些出錯 當然如果你自己不小心 寫錯了你的銀行號碼 其實學校都沒有辦法可以證實 這些情況都會 最後又要多幾個月 我們會計劃在收錶的第一天 即是10月6日 就會將我們收到的所有錶 一次過交到他們的辦事處裡 所以我提醒大家 學校只會拿兩次的簽名 可以在四天內交到 或者可以在9月29日之前交 那麼我們之後交的表 我們都會一次過儲存 直至到11月4日 我們才將第二批的申請表格 拿去相關的辦事處 所以我提醒大家 學校只會拿兩次的申請表去教局 第一次是我們會在10月6日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盡快填完之後 交給老師非常重要 遲了都沒有問題 可以繼續申請 不過我們收到一張便會儲存 直至到11月4日 我們才將最後一批交上申告 當然月遲交的時候 可能因為他們的申請表格 都會擠壓 可能時間都會比較厚一些 這裏我都特別提起家長 我講完剛剛昨天發生的 宣告關於學生津貼之後 我就想講一講10月3日 一些具體的安排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時間表 我們會在這個星期之內 都會讓你知道新的時間表 在10月3日開始 當同學整天實體上課的時候 其實對於我們五線的時間 放學的時間是怎樣 同樣地我們身處在內地的同學 都一樣 你到時上課的時間 都會與本地的同學 身處本地的同學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這個時間表也是適用 不過你就會找回時間 就去LOCK IN到Zoom 當然我都要提提同學 因為有時轉課之間 都會有遲有組 所以都希望跨境的同學都要留意 在10月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是所有課後的活動 都會啟動 所以時間表請大家留意 譬如我現在顯示到中一的時間表 你可以看到原定的星期一的課後的興趣班 我們是會在第一個學期 即是說去到11月考試的時候 我們都未有的 所以大家的放學時間會是3.8 亦都有顯示校巴開出時間 但當我們10月3日開始有神體的時候 我們逢星期二和星期四 我們星期二和星期四的功課輔導班 就會照常 所以同學就會放4點半 那校巴永遠都是 遲10分鐘後就在學校開出 而星期三的制服隊伍的活動 亦都會是繼續的 會遇上的 10月3日開始 由於制服隊伍在我們的課程以內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課外活動 所有初中的同學都會參與 這個時間表 我提一提所有的同學和家長 稍後出的10月3日時間表 只適用於10月 因為11月 當然我們要看同學的接種疫療的情況 這個校長很強烈呼籲 所有已經接種了一針兩針的同學 跟著你的接種的限期 是完成整個接種 譬如你是打了一針 但你可能中過COVID一次 你的完整接種是要多一針的 即是我們所謂三針的疫苗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我們根據學校現在的統計 所有已經接種過疫苗的同學 只要他跟著接種三針的規定 其實我們11月是可以 繼續整天實在上方 這裏大家都可以看到 香港現在的情況 正如校長在上一次的校長 這裏所說 那個疫情是沒有可能 永遠向上升的 現在我和你們說的這一刻 我們所知道昨天的數字 已經是六千頭 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會繼續向下 去到我們學校10月3日開課的時候 不單止天氣會涼一些 沒有好像我們9月這段時間 熱到那麼緊要 如果整天上學 整天都戴著口罩那麼熱 我知道同學都很辛苦 但是10月開始抽涼多些的時候 我相信整天上學 又有機會和同學一起去五線 一起多些時間參與學校活動 其實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這裏再一次呼籲所有同學 如果你是未完成接種三針 你合資格是需要接種三針 的同學必定要這樣做 當然我們在10月初的時候 整間學校都會再看一看大家的 安心出行或者一些相關的軟件 因為學校有時都會有一些對外的活動 我們要確保所有參加活動的同學 都是符合相關的規定 這裏希望同學都明白 我們在10月開始很希望 學校的校園生活 我們是恢復正常 這個是校長最大的心願 當然有一件事連校長都有點緊張 就是我們應該有兩年多 是沒有在學校吃過飯 我們的樓校五線 將會在10月3日都會啟動 雙方我想家長都會記得 最主要最簡單的就是在學校訂飯 或者家長可以午時送飯過來 都有一定的規定 這裏學校一定會有一些足夠的防護措施 包括我們每個同學都會有一個獨立的檔板 我想現在你們出街去吃飯的時候 都很明白什麽叫做吃飯的時候用檔板 學校都會在課室裏面提供的 這裏我想所有同學都要留意 另外由於是整日上學 我都希望家長幫一幫我 去想一想你子女的需要 譬如口罩我們需要多兩三個做一個儲備 或者我們一些個人衛生的用品 因為每個同學可能皮膚 或者他的需要都有不同 或者他飲食的時候有什麽要留意 可能家長都要主動聯絡主任 亦都很好趁現在我們還有個幾兩星期 準備這個樓下五線 我想到時那個運作一定很暢順 當然了 我想大家都會很明白 校園生活是非常重要 所以這裏校長都再一次提醒大家 在10月3日有另一個政府的政策 就是所有參加課外活動的同學 都需要完成接種三針 所以留意 我們之前兩針可以參加課外活動 在10月就會提升 至於未來究竟11月的安排 究竟我們可否持續做整天實體上課 其實只有一個變數 就是所有已經打了一針 一針兩針的同學 繼續跟回你接種疫苗的要求 和時間表完成接種 我相信我們萬事中學可以繼續做到這些活動 而且現在學校都規劃了很多 其實可能是外出的活動 甚至有些很有趣的不同種類的興趣班等等 我們都需要同學是符合相關疫苗接種的要求 才可以進行 很多學生都跟我說已經等著整天實體上課 是等了很久 他們亦都覺得 哎呀我下午在家網課 其實又沒有學得那麼好 有些學校的活動 或者跟同學相處的時間 其實是太少 我想 無論香港 全世界 我們都是朝著一個回復正常 我想校園生活 絕對不是 尤其中學 絕對不是半天實體 是可以給到足夠的機會同學 這裏我是很希望所有已經完成了 接種的同學 主動提供相關的證明給班主任 我們做一個紀錄 以致到十月尾的時候 我們會再向教局 申請十一月開始 繼續整天實體上課 未來如果我們是繼續復償的話 無論我們已經停辦了一段時間的陸運會 學校旅行 很多方面的活動 我們都希望可以是復償 我想 我們不會再回頭 對疫情有無限的恐懼 這個時候是讓我們去冷靜 客觀 勇敢地面對 接下來的挑戰 亦都希望同學 在十月開始 我們會有一個真真正正 很豐富很豐盛的校園生活 那今天的校長的話 去到這裏 拜拜